他問的問題是有關 實質顧如果是在 落後開箭的 要怎麼抑背 包括要怎麼做一個義工的工作 陳主持如果是剛才開火期間 要注意什麼樣的事情 目前如果是開火預計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注意疫病 對白相國來說 雖然是嫁接苗 這應該沒有嫁接沒有人敢靜 所以他如果是嫁接 那麼你在這個預計的時候 這一定要注意這個疫病的這個義工 所以如果是有落後 落後過心 這最好的都是漲頭的這個所在 我們疫病的這個藥很簡單 我們有嫁接他的這個好個就很好 但是漲頭這家家 也很容易出現到這個疫病 甚至漲頭有一種警府病 這種的這個病害 雖然現在都用的這個 都是這種抗病的 就是說我們都有嫁接 但是有時候他的漲目也沒有說很穩定 所以很多 有時候雖然嫁接 但是他的漲目也沒有特別去算過 所以穩定性也沒有做法 所以還是要做風遞 所以你就用這個疫病的這個藥 打妹分 雅脫民 百客民 要打熱 大概這類的一個這個用藥 我們這個藥 只要做一個這個處理 那麼其實效果很好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那麼有時候 在營的時候大概就會有這個比較好的這個效果 這個東西是這樣 那麼這個在高 你可以如果是火水多 火水多 你可以配合這種 比如說火水如果比較多 你可以配合這個 禽害綠藻 還是說維他病病 這盡量減少 盡量減少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在開火 第二的問題就是這個開火這段時間 開火的時候呢 那麼比較重要 比較重要就是說一些小型蟹蟲 這小型蟹蟲裡面 當然就是像這種芝麻 還是說這個 一些紅蹄毒葉蠻類 一個危害這個方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 那麼 然後 有的人說 要不要補鈣補膨 這個 百香果 對鈣膨 它本身可能吸收會比較好 因為在比較特殊的 這個總共沒有一般 頁面去補充的這個 就是不用很特別 它的 如果是藏沒有問題 所以最主要是這個 一些這些小型蟹蟲 這個夜蟎 茶細蟎 什麼夜蟎類的 紅蹄毒 還有一個的器材 那麼盡量就是說 在 灰燼 你看到灰包 就要先 先在等 因為這個 尤其是比較乾燥的這個季節 如果漏蟲就不要緊 漏蟲你就不看見了 漏蟲這裡就比較少看 如果是比較大色 漏蟲天 要注意這個契約 如果是說這個 漏蟲天注意疫病 如果沒有漏蟲就注意這個契約 跟紅蹄毒 如果在開火的時候 還堵到漏蟲 可能就是 這個自然塑粉的情形比較少 所以可能 如果是有必要 是不是要配合這個人工塑粉 這有時候是 因為漏蟲天 就說你在開火 還堵到漏蟲 那麼 可能有必要 你可能就要做一個人工塑粉 因為有時候比較少 有時候沒什麼 沒有什麼好色 所以 你如果是可以 就是 稍微幫他做一個這個塑粉 那麼 你可以有一個人工塑粉 當然這個效果 可以比較好 所以 可能就是這樣 有時候人工塑粉 大概是在 因為這個 有的人用毛筆 有的人用紙巾 什麼 其實毛筆是最好的 所以開火百香果通常 就是在這個火災 災到那裡 九點鐘 那麼開火兩點鐘 這個時間 你可以幫他做一個人工塑粉 那麼 大概 如果是成功 他可能兩三天 他就 也稍微有一點 起來就不叫消氣 這點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 這個是 這個人工塑粉 人工塑粉 這個 那麼 大概 是 因為我們通常 如果遇到一個高溫乾燥 通常 他的方法 就是說 不可以太乾 要煮 當然 如果是 連接這個火災 開火一定開不好 這點一定 你不要看百香果 有人說百香果耐汗 好像沒有錯 那麼 等於你要知道 這個 隨人工他耐汗 等於 開火時 還是要水分 那麼你可以用 這個人工塑粉 好 那麽人工塑粉 就要人工塑粉 如果開 盡量 去 幫他做一個 處理 所以大概是 這款的一個 得利 那麼在這個 開火情 還是火後 你可以補一些火情 就是 臨 不是 開火的時候 你就是 補膨 這個 這個火情火後 重要就是補膨 一些 這個 葉面肥 天然細胞分類素 大概是這樣 一個處理的方式 那麼 只能 尤其下雨天 這下雨天 可能 極好就課 這個人工塑粉 因為 那個時間可能 比較少 這個塑粉 昆蟲 那麼 盡量可以 有的人 是 不去理他 但是 現在很多是 正在房子裡 正在房子裡 其實還是要 要處理一下會比較好 這個 受粉 那麼 這種可能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 這個做法 所以如果下雨天 可能開火氣 很重要 這個地方 還要 這個建議說 你是不是 是不是 可以 幫他做一個 處理 人工塑粉 這個應該會比較 溫度 有的說 我給他噴什麼 給他釣割 釣割 釣割不好 有時候有釣割 那不是 就沒什麼用了嗎 是不是 所以 盡量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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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他 這個 弄一弄 這個會比較好一點點 今天我來講 小朋友 做幾個參考